對當代的印象其實會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嚴肅 然後很多東西比較互動 對 然後感覺其實藝術是跟人比較接近的 對 然後也覺得氣氛比較輕鬆跟活潑一點吧 其實不敢說自己是藝術家也不覺得有這個頭銜啦 只是有這個機會 那我朋友都笑我說 你這個小矛頭是跟人家湊什麼 就是 我也看到其他很多藝術家的作品 的確是非常非常精彩 然後也 我都沒有辦法想像那些東西是怎麼被做出來的 對 所以有 其實是很榮幸啦 對 然後 就像我之前說的 在這次的展覽當中 我能做的東西真的只有提出一個想法 然後 甚至中間的工程還有做城市的 我都幫不上任何一點忙 然後 我很想要把那些幫我的人一起拉過來做採訪 甚至讓更多人看見他們 因為他們是非常年輕 剛學校 剛畢業的同學 然後 可以看到他們真的很認真的在做 在幫我做這一次 對 那 我只是這次的展覽當中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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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插曲而已 大家可以就是略過我 然後直接上二樓沒關係 對 其實這有點不能說的秘密耶 對 但是唯一可以 唯一可以比較顯而易見的東西是 一張我非常素的臉 甚至沒有戴眼鏡 就非常素 也沒有化妝 就是可以看到 我朋友都笑我說很像一個受虐的婦女 然後黑眼圈很重這樣 其實那個 我想那個影像呈現出來 其實我是想讓大家看到說 是想讓大家看到說就是 平常是你們在觀看我 呃 現在換成你們在看我的同時 我其實也很狠狠地在看著你們 這樣子 那 呃 其實另外一個議題也是 因為那個影片的情緒有一點重 那其實也是在有一點控訴 這樣的一個 偷拍的一個這樣的狀況 我希望給民眾的感覺其實 就其實像我之前剛剛說的就是 我們在做演員對我來說 這只是一個職業 然後跟一般的甚至錦衛伯伯跟打掃阿姨 跟任何一個行業的人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多的分別 只是 我們只是一直很喜歡表演 然後藉由表演 然後希望給這個社會 多一點觀點的一個行業而已 所以其實希望就是 我們平常走在路上 媒體就就 媒體的教育我覺得就就就 就留給他們自己 但是我希望一般民眾 可以藉由我這個作品 可以感受到一點點 我們 所謂藝人好了 在非公開場合 所感受到的 就是你時時刻刻 你必須要警戒著 有人會拿手機拍你 有人可能真的是 會在餐廳門口等你的那種 時時刻刻的那種警戒心跟恐懼 只是希望一般民眾可以 跟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所感受的東西 那希望在路上 如果看到我們的話 就是放過我們一馬 然後如果你們真的很 很喜歡我們 我們都很樂意 你們上前來跟我們說 就是想跟你拍個照 或是簽個名 其實你上前來 我們都很高興 勝過於 真的勝過於你們偷拍我們這樣子 我覺得相同處是 可能是對一個東西的敏感度吧 就是 就像你表演 你可能 你可能 不管你是用紙上做功課 對角色的認識也好 或者是 一些比較理性的去理解角色 更多其實你要很敏感的去感受 角色本身所要傳達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很敏感的知道 什麼這個東西對角色的演繹出來是好的 那我覺得做作品其實也是 就是像剛剛我在布一些燈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 你要有一些感受是 你要感同身受說 好我今天是觀眾 我今天要演觀眾 然後我站在那邊的時候 怎麼樣的布布置的情況下 觀眾的感受是 可以很強烈感受到你想要表達的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比較雷同的 那比較不同的東西是 表演本身是我自己可以完成的 也不是說我自己可以完成 當然有很多的攝影 或是美術 或是燈光輔助我 但是我自己本身可以去執行這件事 但是像我剛剛在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常常使不上力 很多的技術層面的東西 我真的幫不上任何一點忙 然後我既不會焊東西 然後也不會寫電腦程式 然後更不會鑽牆壁 就是這些東西我其實都沒有概念 對 然後只能做一些非常小的手工藝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只是 這個展覽對我來說是一個teamwork 反而不是我一個人可以 完完全全去掌控跟完成的 對 對